恒指的气氛暂时偏淡 但坦白说向下大幅地 无量大可地下跌 跌下去穿1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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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说真心不容易 因为你只要抽回恒指的所有主力成分股 而做一个Fariation的所谓压力测试 你会发觉其实 无论是传统股 或者是绝大物货科技股的角度 其实它理论上都应该有一个所谓的下限 而且那个下限距离52周低位 其实你做到几惡烈的测试也好 你怎样故意地压低Fariation 其实也很难令恒指有过大的下跌幅度 可能最多是试多19,000 或者是再穿一穿 其实相对于比较便宜 当然 也不想哄大家开心 便宜不代表翌夜一定升 你一见到香港有不少股份 经常都说便宜得来 还是永远在低位那里是纯粹的 所以我会觉得在博弈指数 因为有些人是喜欢做恒生指数的期货 即是绝称期指 我会觉得在现价 你其实没有一个大幅地向下 或者是大幅地向下的空间 首先来说是比较小一点的 而我会觉得就是说 如果男友们 你真是想去下面是破地獄的 你真是想去不断破区间的话 其实是唯一一个possibility possibility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由内房再衍生到内银的角度 你弄死了内银的话 这就真的没有数据了 因为它里面 其实你知道 金融里面体系有问题的话 你牵一发独全身的 对不对 而你们都会见到 在恒生指数的成分股里面 唯一是 怎样都放着是不肯跌的股份 那就是内银 所以如果内银 不是跌穿一些关键的价位 或者是业绩 即是有实质性的问题 如果不出现的话 其实是很难将所谓的恒指打爆 所以我会觉得 就算恒指往后 现在在两万年边 在这儿试来试去 而如果向下方的话 就算你跌穿 可能是198、195 或者再试下一些的话 坦白说真的不算是什么的 也就算跌穿195也好 它未必是一个真正的突破 你去到那一刻 你会说 前伤底跌穿了 然后追沽了 你这次还不死 有些人就是要整个恒指的 其实可能你一这样追沽 它立刻 随便拿一些3690 因为你之外 这些强势的科技股 它真的可以很强势 像3690那样 它近乎都不会跌的 人家其实跌到那些位置 它只要是发脾气 拿一些股份 夾一夹15元上去 其实你的淡仓已经输了 所以就变成指数 第一个推荐就是 不要那么容易跌穿 你所谓一些关键的价位 那些什么198、195、194 那些价位 你就自以为它是崩盘 也可以这么说 如果内银不跌穿关键价位 其实恒指很难崩盘 而在上方的角度 当然现在在20点末就很闷 但是我觉得 如果是做淡的朋友 其实都要留意上面一些关键价位 可能譬如205那些价位 如果在这么阴闷的情况之下 它都可以是塞击无神地升穿的话 那其实淡仓就要小心一点 可能别人就倒转 往后有好消息跟着你 然后再夹你也不奇怪 到时你在index上面 夹穿某些关键的价位 就不肯去投降的话 当又是玩那一套 就是夹到太过厚 才知道 原来中国够市 如果它现在终极重力够市 人都知道这个新闻当时 根据港股惯例 去到215 还放生你吗 所以变成说 上方某些关键的价格 都不可以是固执 即是一面倒地固执 就是升穿某些位置 可能就当 哎 宁愿我知道你负我的了 你负我的 我都是叫做一些风险管理 或者分段做风险管理的 那我觉得这样的操换 可能会比较理性一点 是 那你刚才说上方的位置 就应该是看着21500了 是吗 20500 即是如果你升穿20500的话 那你淡仓就可能要再进行一个review 或者是要小心一点